好,大家好,我们现在要开始说明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一半的对话机器人 对话机器人呢,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理解了 所以它其实的做法是这样子,就是前面的一个字去预测下一个字 可是它会把前面的一些记忆一起传进来 所以它传进来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前面的一个字单独的 如果只有前面的一个字,它其实就不是函数,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可以变成一个对话机器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 好,对话机器人,好 不是这一页,再下一页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页,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对话机器人的设计 为何为何,只是一个很简单,前面一个字预测下一个字 我就可以做成对话机器人 那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现在我们看到的字1,字2,字3,字4,字5,字6 这些东西都是客户说的话 那回1,回2,回3,回4,回5,回6 就是我们的对话机器人,它要回应客户说的话 就这么简单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说 这个字1进来的时候呢,它就会输出一个预测下一个字 可是再顺便说明一下 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神经网路 这是一个完整的有RNN机制的神经网路 未来我们也会学到,那现在字1进来的时候呢,它就会输出一个字 然后但是它会预测客户说的下一个字没错 但是在对我们的任务当中,我们就只是想要希望说 我们可爱的对话机器人能够回应客户说的话就好了 我们并没有要预测客户说的话 所以它不会在这边抢拍,也就是说它不会在这个第一个字进来 它的确会预测一个字,可是它不会在这边说 客户你不用说话了,我知道你下一个字要说什么 那这样子又要被客户了,所以不行 所以它那个会预测一个字,但是它并不会真的回传出来 然后那重要的是它把现在这个字的资讯传给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就有第二个字进来 第二个字进来的时候跟上面传过来的资讯一样 然后它就准备要传出去,那传出去的时候再一次 它会预测一个字,但是它并不用,它会预测客户说第三个字 但是我们不用看这个准不准,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资讯一直传下去,传到最后 结束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结束的讯息出来 那电脑就知道说客户说完话了 然后这个时候再综合前面的传过来的资讯 然后它回应一个第一个字,这个预测的下一个字 还是它真正要回应的第一个字 然后回应的第一个字再拿下来 然后再送进去,然后才会预测下一个回应的第二个字 然后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下去 它就会说出一句话来 然后等到它最后又说了,可以结束了 那我们才正式的结束 所以这个就是对话机器人的设计方式 未来我们在学RN的时候也会发现 不止对话机器人,我还可以 还可以拿它来去设计什么呢 还可以设计更有趣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我可以设计翻译的系统等等 在未来我们学到RN的时候会为大家介绍 好,再接着下来呢 接着下来呢 我们也可能会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希望电脑是可以创作的 好,那一样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函数出来 然后这个函数是输入一些东西 它就会输出一些东西 那这个要怎么样子做呢? 我们会看看这个例子 就是我今天到底要输入什么 我今天可能就是要让电脑去创作音乐 那我可能输入情歌 然后就希望它输出一首情歌 好,那我要怎么训练它呢? 那难道是我先找到一首情歌的时候呢 我就前面都输入就是情歌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找到那一首情歌 但情歌一定不止一首嘛 所以我们就找到好几首的情歌 然后都是输入情歌 输出的时候是那一首音乐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找了很多很多首之后 就去训练它的话 电脑会做什么? 它会把所有的情歌平均 平均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什么都不像 我再举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 可能更能够让大家了解 我今天希望我们的电脑能够设计火车头 那我当然就会找到很多很多的火车头 然后准备要让它设计 然后那所以呢 我们的训练之调就是火车 然后就是第一张火车头照片 然后火车第二张火车头照片 然后等等等等 所以火车可能例如 我找了三张照片 三张火车头照片 那我们就用这个去训练电脑 最后我输入火车的话 电脑如果学成的话会输出什么呢? 它就会输出前面三张照片的平均 就会变成什么都不像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 去设计我们的函数 那到底怎么做呢? 后来发现这个很有趣 它最后的做法 其实是用了两个神经网路 两个神经网路去设计这个东西 非常的有趣 那两个神经网路 第一个神经网路呢 第一个神经网路就是 我输入某一个灵感进去 这个灵感到底什么是灵感呢? 这个大家可能想起来觉得很玄 这个未来我们会跟大家说 这个懂了以后就发现 原来就只是这样 所以反正我们未来会介绍 我们怎么样输入一个灵感 灵感就是天马行空 这个就是暗器 那输进去了以后呢 你就会设计一个叫做生成器的神经网路 然后输出就会是一首曲子 一小段曲子 这不是很难 有些人会觉得说 让电脑弄出一张曲子很难 或是用电脑弄出一张照片 弄出一张图片很难 不是 你只要最后的输出的格式决定好了 决定好了其实就可以了 就是你的输出需要是一首曲子 你就把那个曲子的格式 看你要是用MIDI的方式 还是用什么方式 把表现那首曲子 就输出的格式就长那样 那你今天要输出一个 256x256照片 那你可能是RGB三张矩阵 所以你就是让他输出三张矩阵 那就好了 就这样 那他就会输出一个东西 当然很乱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完全不像 根本不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看听起来更不像曲子 但是没关系 我们要训练一个老师给他 那这个老师呢 是另外一个神经网络 所以他一共用了两个神经网络 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神经网络呢 就是这个老师呢 就是输入一段小曲子之后呢 进去了以后呢 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像 或是不像这个曲子 就这样做这么简单 好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GN 这个就所谓的深层对抗网络 就是GN 就是Game 好 那那个非常的有趣 那这样 那那个 那个 这边身为学生的这个深层记 怎么学的就是 老师告诉 他做完一首曲子 老师会告诉他说 像还是不像嘛 所以他就回去再去做调整 然后他最后就会希望说 老师最后觉得他做的曲子很像 真的 那他就学成了 好 那这边是一个例子 很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用Game生成一个明星照 其实是就明人照 就明人照 然后这边的基本上都是电脑生成的 所以以前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 可是现在会发现说 我这个其实不是真实的 它也可以产生的 非常非常象征的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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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